Omicron变种病毒快速侵袭全球 但有专家指出 Omicron传播力增强 但有轻症化的趋势 近来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发表 全球第一个感染Omicron病毒的 仓属动物实验 发现Omicron传播力是 Delta病毒的3到5倍 但感染者通常是轻症 就不会引起肺部严重感染 这似乎也佐证病毒逐渐走向轻症化 但国内有专家直言 病毒轻症化代表 染疫者也会变多 所以国内要开始学习跟病毒共存 春节后会是比较好的时机 而没有打疫苗的染疫者 依旧有重症威胁 Omicron病毒威胁四起 虽说传播力增强 但杀伤力似乎减弱 不少专家认为 接下来新冠变异株 会逐步走向轻症化 它在上呼吸道的病毒量 还是比Delta还明显 还要来得更多 前夫期更短 所以这也就是 适者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病毒大多停留在上呼吸道 没有进一步清洗下呼吸道 重症跟死亡率就会降低 而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 近日发表全球第一个感染 Omicron病毒的仓属动物实验 发现Omicron传播力 是Delta病毒的三到五倍 但感染者通常是轻症 将不会引起肺部严重感染 而这是否就是Omicron轻症化的证据 另外有专家提醒 病毒轻症化代表染疫者就会变多 国内要开始学习和病毒共存 春节后会是比较好的时机 春节后恐怕会迎来一波疫情高峰 但专家提醒病毒就算轻症化 对人体依旧会造成伤害 防疫措施还是不能松绑 接纵不得